早安 先幾天 Last Epoch 和 Ciceroon 和 Steel Mage 做了一連三晚的Livestream 我之前以為是純粹一個問答環節 誰知道原來官方有三個人 包括Ceo 和Ciceroon 和 Steel Mage一起玩 然後到了第三晚才是他們兩個一起玩 在開始之前我也想更正一件事 根據Ciceroon所說 並不是 Last Epoch 找Ciceroon 和 Steel Mage合辦這個活動 而相反Ciceroon 見到他們出Multiplayer 就自己主動去問他 拉著 Steel Mage一起去做 所以對他們來說並不是贊助或者不是一個廣告認識 而是純粹這兩位Streamer想幫忙宣傳 Last Epoch 在這三晚我們就第一次看到這個多人連線模式 裡面有很多東西我們之前不太確定是怎樣運行 他們也有解答 例如經驗值 只要你基本上看到對方 你也可以吸到經 一隊裡面最多只能夠有四個人 而有一些是只是連線模式才會出現的問題 例如我已經完成了這一區的任務 但你剛剛online就進來這裡 那我是不是要跟你重新搞那個任務 還是怎樣 官方他們就說 你只要能夠進去某一個地區的話 那個任務就會跟回整班人解了的進度 那就不用因為剛剛那邊online 你就要跟他再跑過同一塊地區等等等等 這些這麼繁複的東西 又或者有時候這個人走得慢 去了廁所回來 然後要等他才可以繼續過 把這一類型的東西方便大家可以一起玩 那麼這兩次的問答裡面 他們也多次說了 這遊戲的原意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開開心心買一隻ARPG 至於那些掉落物是怎樣分呢 這遊戲採取比較像Diablo的掉落方式 就是每一個人只會看到自己掉落的物品 但是在這個demo裡面他們就不包括有交易的系統 而且他們對交易系統也暫時不想透露太多交易有關的東西 他們說稍後他們就會出一個post出來 專門說他們對交易的看法 但是在直播的時候他們就說 一定不會以一個拍賣所 就是好像D3一開始的拍賣所這樣的形式去進行 但是也不是他們以前所說的一個擺攤的形式 在他們內部多次討論之後 大部份的人都已經得到了這個共識 將會以另一個形態去作這個交易 實質是怎樣就沒有再詳細透露了 等他們遲些出了新的消息 我也會再拍片去跟大家交代一下 究竟Lasipong的交易系統會怎樣 我們什麼時候才會知道呢 他們就說他們已經準備了這個多人連線的封測 就會加上交易的模式進去 然後在那裡收了一些意見 搞定他們才會再放出來 他們預計今年之內 就有多人連線的公測版本 也是0.9的版本 至於這遊戲是屬於好像 舊底WARCRAFT那樣 你自己開房間 大家一起進去你的房間一起玩 還是你必須登入它的伺服才可以玩到呢 他們就說會有一個server authority的方法 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你需要登入入他們一個大的server 然後玩 有北美的server 包括加拿大和美國都有不同地方有server 澳洲有東南澳和西澳 亦都有這個亞洲 亦都有東南亞 有南非 亦都有西歐和東歐 一堆不同的伺服器 而至於是用什麼的network模式呢 就是採取這個predictive模式 他們就說在遊戲正式推出的時候 只會得predictive 這個predictive就有別於平時的predictive 就是一個類似predictive和lockstep的複合式 實質上是怎樣它就沒有交代到的 但是他們說有plan 是會之後有lockstep 就是好像POE那樣的 這個lockstep 將會是他們遊戲1.0版本 推出了之後才再搞的東西 剛剛都說了幾個版本 我就在這裡整理一下 等大家清楚一點 現在就是ct 就是community testing 就是封測 現在封測的時候 已經在試這個連線模式 在過多一段短的時間之後 他們就會開始把這個交易系統 引入這個封測裡面 到他們滿意的時候 就會將這個變成一個公測 只要有這個game 你都可以玩到這個多人連線模式 他們相信這個在今年之內就會搞定 這個也是他們所說的0.9版本 同一個版本裡面 他們相信也會有雙城的beta版 你要記住 這個game就是正常遊戲的三分一售價 所以他們就覺得 就算在這個game裡面 切雙城都沒有問題 除此之外 也可以幫助到他們持續發展這個game 雙城裡面的內容 全部都是皮膚或者裝飾等等 他們就說絕對不會和角色的能力 或者會有pay to win的情況出現 包括不會賣特別的倉庫頁 因為倉庫頁就像現在這樣 需要用in-game裡面打到的錢才可以買 他們在這個版本也會加上 剩下那堆class 就是剩下那堆積劫 然後畫面 聲效 和遊戲效能 那堆 他們也會再一次進行調整 也會再審視一次 確保沒有東西是有問題 他們也會幫助遊戲 加多些不同的cut scene 即是那些過場動畫 0.9版本下一個大的版本就是1.0 1.0就是他們正式launch的版本 經過3.19之後 相信很多玩家都開始擔心 究竟Lars Evil會不會報POE後塵 會不會需要一堆打布裝 或者必須要是一團人才會找得多裝 等等的東西 他們說他們的理念 只不過是想大家一班人可以一起玩得開心 但是也都相信這遊戲必須要是可以一個人不靠任何人去完成這遊戲 就住這兩點 第一點就是他們覺得打布裝對這遊戲其實不是那麼健康 所以他們不會考慮 而另一點就是他們因為這遊戲是個別會有自己跌落的東西 所以就算一團人一起打也好 是不會再有額外的掉落機率 所以他們設計很多系統上都是以單人為主 但是不代表他們忽視了多人玩的元素 就像你現在眼前看到這段影片一樣 只要按一按那個角色 旁邊藍色的icon 就開一個portal 令到你直接可以飛去那個人身邊 就不需要像其他遊戲一樣 要那個人開一個portal給你才可以過去 這樣就可以避免了很多 例如你打打蝦王死了 然後那個人因為想開一個portal給你 而他自己也死了 另外在多人連線模式裡面 那些怪就不會打痛了 純粹是口血了 還有一個都比較常見的問題 就是那些endgame系統裡面 例如你的Dungeon Monolith 這一類型的system 那樣的入場費是要怎樣給呢 又或者你在裡面死了會不會有獎勵呢 之類的問題 那他們就說如果是進去這個Dungeon 就每人必須要有一條鑰匙 但是完了之後 他就不一定會每個人都掉一條鑰匙 這樣就防止你們可以無限loop這個Dungeon 而至於Monolith 大家都可以進去一個人的Monolith裡面 在裡面死了的話 那就沒有最後額外的獎勵 但是Dungeon和Monolith兩個都是 只要你死了的時候 你按一按你隊友旁邊那個藍色icon 就是剛才那個藍色icon 你又可以開Polo直接進去 繼續幫他們完成的 那so far呢 聽來這遊戲好像很完美 沒理由什麼問題都沒有的 那實質上他這遊戲暫時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在過去幾晚裡面看到的就是 因為暫時這遊戲依然有一些都挺關鍵的Bug 例如你過loading screen的時候 不可以轉出去其他畫面看東西 否則他就會卡住了 進不了去走一個版圖 又或者他的伺服器暫時都還沒有那麼穩定 特別是跟Stealmage玩那一晚 其實伺服器有很多問題 去到最後他們甚至乎要提早腰斬 那現在你們畫面看到的這條片 就是其中一次他們整個伺服器崩了 他們全部人都突然間要被迫停了 玩不到的你就看到了 那些存著的到底關鍵等都停了 可見伺服器暫時還不是太穩定 始終這遊戲都是測試版本 希望他們之後就會解決這個問題 除了這兩個問題之外 thì沒什麼問題 特別在效能上 我本來想著四個人混同應該會很差 但是ito my surprise 在這幾晚他們四個人一起玩 又或者最後打算他們兩個人一起玩的時候 這遊戲都很順暢 基本上他们那几晚讲和多人连线有关的东西就是这样 你们又看不看好Lars Epoch的多人连线模式和官方的理念不妨在留言告诉我 如果有兴趣想一起吹水的朋友就记得入我们的Telegram或者Discord 甚至乎在game里面加入这个Taglobal 852Korea的这个channel 如果喜欢这一类型的影片就记得给个like我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好了就这样吧拜拜